Hello,大家好,我是Mr.Eman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的是HKDSE 2015 Mathematics Core Paper 2, Section B, Question 43 請你畫面的訊息 如果你未曾理解我做這7影片的理念 或者你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 請你Posture畫面,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第43條是關於排隊的故事 有6個boys,2個girls 有一個Condition,就是沒有女生可以互相站在旁邊 到底可以排隊幾條隊呢? 我們就用Permutation去計算 Permutation就是N那麼多的號碼 NPR就是有R那麼多的號碼 最大的就是N 而NCR和NPR都很相似 但是由於它 譬如我在四個人裡面選了三個 這樣計算 1,2,3 抽出來的次序 2,1,3,3,2,1 那這裡你如何抽呢? 你剛才怎樣說呢? 你有6個方法說出來的 但是抽出來只有1組 即是1,2,3 所以我們就說NCR和NPR就是相差 除RFact OK 如果不明白的話 那就由它 因為我只是約率介紹一下 那這裡就會說回 例如5P2 那為什麼? 5P2就是5乘4 那你也可以是5Fact 再除以3Fact 都可以的 OK 好 這樣就是NCR NCR 例如5C 那為什麼? 5C就是5乘2 除以RFact 9C就是9乘3個號碼 就是9876 那由於你計算9876 其實是一個Permutation 就是一個排列 那如果我們只是組合的話 就要拿走四件東西自己的排列 四件東西的排列就是4Fact 所以我們計算1,2,6 好 那現在看看scenario 六個男生放在這裡 那六個男生已經是 你已經是 第一個男生有六個選擇 譬如先放六個男生 第二個男生就只有五個位置的選擇 第三個男生就只有四個位置的選擇 第四個男生就只有三個位置的選擇 第五個就是兩個位置的選擇 還有最後那個就是只有一個位置的選擇 那如果由於這些選擇同時發生 所以我們就會成為他 所以說六個人排隊就是六Fact 七個人排隊就是七Fact 那男生就完成了 那那女生怎麼辦呢 還有兩個女生 那兩個女生可以站在哪裏 而且他們一定不會站在旁邊 那只站在那裏就行了 只站在那裏 那六個男生都放在那裏 那女生只要站在這些墊墊位置 所以他就沒有可能站在另一個女生旁邊 那六個男生站在那裏就有七條縫 就是計算左右兩邊那兩個空位置 那就是第一個女生有多少個選擇呢 第一個女生有七個選擇 第二個女生有六個選擇 成軌過去 那就是由於他們同時間做這個選擇 那所以我們就用過關的概念就是成 成的話呢 那就出現了這個答案 就是六Fact 乘以這個七P2 那就是三零二四零 也是最後的答案 那我們就看看八頭公女說的當年的時間 就是看看到底上一份卷有沒有出 上一份卷有出 又是第四十三條 那我們就用一個剪影的手法去看一看 上一個就是有兩個Pool去抽東西 如果你想詳細聽這題目 那就麻煩去那個影片 就知道了 那我就很感謝大家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是 helpful的話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吧 這次經文是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 神卻教你的生命 多謝大家有緣的在樓下試 大家更會見 拜拜